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这是你们能来的地方吗 马车不能停在这儿 靳阳 把文书给人家看看 好 请你让一让 你 来 我们看一看 李大人 今后我们就住这儿了啊 好地儿啊 李大人 小人有眼不识太伤 赶紧过来帮着搬东西啊 快快快快快 李大人 李大人 里面请 请 李大人 您觉得这后衙怎么样 还有没有更好的 有是有 不过不在这都府衙门 在江宁城内 还要比这更好的 李大人的意思是 我不问城里 只问都府衙门 回大人话 那确实没有了 这锡台子不错呀 没有更好的 那有没有更不好的 什么更不好的 后衙 有没有更不好的后衙 有 就在那边 好 带我们去看看 李大人 这 这后衙是丁丝礼 和余国柱二位大人 专门挑选给您的 您要是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这一个小小的衙役 我可做不了主啊 不用你做主 你只管带我们去就好了 走 看看这儿 你看看这儿 谁说没有更好的 好好好 就这儿了 就这儿了 好什么好 好得不住专条破的柱 你们几个 赶紧帮他把东西搬进来 是 是 刚才靳阳说啥 靳阳 你说怎么好 周先生 他说挺好 这还差不多 差得多了 啥 他说啥 我没听见 我去问问他 没听见 我都听清楚了 没听见 事业何须大 花香不再多呀 赫离将军 丁大人 这俞大人连这里都不住 那我们给他准备的接风宴 他还会去吗 俞大人 要我说呀 这接风宴干脆取消算了 我是怕这俞大人 不会去的 好 正合我意 不去就不去 他不去 我们自己吃 不就一顿饭吗 有什么 哪儿来的这么大的架子 赫离将军 赫离将军 放着好好地厚牙不住 专门要去找那个 破旧的小院去住 不就是想标榜一下他自己吗 赫离将军 虞成龙一向捷颈 不是铺张 这也不是虚的 那又怎么样 两江又不是福建 也不是直立 更不是他那漫天黄土的山系 怎么 难道他俞成龙 还要我们这些人 跟着他一块去吃那些萝卜青菜 不 赫离将军 俞大人此番来到两江 可是奉着皇上的特殊使命啊 特殊使命 不就是说 皇上让他去两江的火号吗 对呀 这个问题 明向国在信里不是告诉我们了吗 明珠的信不看也罢 什么皇上让俞成龙来两江去火号 皇上要去两江的火号 为何不跟我讲 也不跟你讲 赫离将军哪 皇上那里的心思 恐怕明向国要比我们 揣摩得要细得多呀 俞大人 今天我听了你的 上秦淮河去接他 又到后衙来看他 可他怎么样 一直躲着不见我们 已经给足他俞成龙面子了 俞国柱 你应该清楚 两江领衔的朝廷命官 是我江宁将军 不是总督 周先生 静阳 我和玉林啊 出去看看人 一会儿衙门里要是有人来啊 别说是我出门的 就说我休息了 不方便打扰 行 你就放心去吧 说假话我还是会的 对 放心 你揍你的 说假话事 交给静阳一点问题没有 好 交给静阳了 我说你周先生啊 什么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怎么就那么难听啊 你说什么 你说话难听 对 这天太棒了 老爷 我已经打听过了 这个就是定圣角 前面就是熊先生的腹底 请问您找谁 我是于成龙 来拜见熊大人 原来是于大人 熊大人已经等候多时了 于大人 有气 好 熊大人 晚辈 给于大人请安了 快快 免礼 快快 免礼 快快 免礼 老夫虽然长你十八岁 但是熊大人 老夫早已久仰大名 熊大人 康熙十四年 已是五音殿大学士 兼刑部尚书 官制一品哪 晚辈 不敢当 不敢当啊 于大人 请 请 于大人 请坐 请 于大人 听静来信什么都告诉我了 国家 但我想对你说的是 两江的火耗 你去不了 小 pone大人 这么人呐 于大人 两江是个什么地方 你知道吗 两江不同于福建 也不同于直立 更不同于湖广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两江有钱 两江富裕 两江比大清朝任何一个地方 都要富于很多很多 老夫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 熊大人是说 两江的火耗 比任何地方都严重 对 正是这样 那为什么去不了 于大人 你是做过极上封江大吏的人 你应该很清楚 但凡富于的地方 来逐利瓜分的人 趋之若鹜 形形色色 这里可是两江 去火耗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你将要让那些既得利益者们 失去他们原有的利益 这个老夫明白 现在去火耗 存在着两个致命的问题 一 现行的朝廷俸禄过低 官吏们无法获取忧郁的生活 二 火耗获利的人太多 从县衙到都府 再到朝廷各部 火耗已经成为各级官员 主要的财政收入 所以阻力极大 已经严重阻碍了朝廷 去火耗的进度 还有 于大人 两江不仅是富庶之地 还是人才之乡 众状元入汉林 做大官的人比比皆是 那些官僚和地方大户的关系 盘根错节 社会上黑帮势力无所不在 官商勾结 衙门腐败 于大人 这就是你来两江之后 将要面临的局面 当然 请 二位大人是 毕人于国柱 是江苏巡府 这位是两江部政使 兵司令丁大人 在下 于大人的西袭柳继阳 见过府台大人 藩台大人 不知二位大人深夜来访 有何贵干哪 柳氏也好 我陪府台大人 是专门来看望于大人的 实在是对不住啊 于大人一路安把劳顿 身体不适 你看 已经休息了 府台大人 那我们 既然于大人已经休息 那我们也就不便打搅 是是是 告辞 告辞 二位大人慢走 还有一点 也许你不知道 驻扎两江的江宁将军 和江苏巡府余国柱 都是明珠的彭塔 他们在两江的势力寻天 尤其是贺礼 是当今皇上的亲外甥 这些情况我都了解 赫礼将军我还认识 但有一个人你未必了解 什么人 于可 于可是什么人 于可只是他的一个外号 此人是两江地盘上的黑帮老大 但这只是他其中的一个身份 他还有什么身份 他还有一个身份 是赫礼将军实际的大管家 但这个身份 是不对外公开的 这个于可 竟有如此神动 此人很少出现 也极少出现在赫礼的身边 但他实际掌握着两江的火号 在两江 他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同时也是赫礼 于国柱 佛伦 驱九万 明珠等朝廷各大官员的 利益输送者 我明白了 这两江的确是一个非凡之地 于大人 如果你决心去掉两江的火号 就必须先拿于可开刀 去掉于可 就等于去掉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渠道 但这样做你会很危险 他们会群起而攻之 于国柱可能藏在身后不露面 但是赫礼可能不会 他会跳出来向你发威 于大人 熊某 就是在朝廷上 立主去火号才被革职罢官的 对 熊大人也是因为立主去火号 而被朝廷革职的 对 于大人 我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 多谢熊大人 一息肺腑之言 于大人 你现在 日后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来府上找我 好 那老夫就先告辞了 请 好人哪